另一檔案,我是Mike 上一期節目,我們講了澳洲十四歲少女失蹤五年 最後平安找回的故事 當中有提到連環殺手Lanner Fraser 這個Lanner性侵和殺害了多名女性 她的受害人有在路上跟她完全不認識的陌生人 也有認識她多年的朋友 甚至她還性侵了一個癌症末期病人 這樣一個冷血殘暴的兇手,連她媽媽都喊過孫女 不要單獨跟她在一起 今天,為大家帶來澳洲連環殺手Lanner Fraser的故事 1999年4月22日下午3點15分 澳洲洛杭普頓市,九歲的女學生Kira放學 她很興奮地走回家 今天是第二次媽媽讓她自己一個人放學走回去 小Kira覺得自己已經不是小女孩了 可以獨立了 當她走到大街角落 她決定走小路 這裡有一條捷徑會近一點 小Kira開心地繼續向前走 但她沒有留意到的是 身後突然跟了一個大叔 小路走到一半 這個男人衝上來 將小Kira拖入草叢 來這裡不遠的一間平房裡面 一位女士剛好見到全過程 她立即叫丈夫和兒子來看 同時打電話報警 這位女士隱約看到 那個男人在打小女孩 之後還做出疑似性侵的動作 很快把小女孩抱到 停在附近的一輛紅色車的車尾上 然後把車開走 20分鐘之後,警方來到 但是已經太遲 留下的只有一個兇案現場 草叢裡面有血跡、頭髮、鞋印、小Kira的書包和鞋 三位目擊證人說 案發的時候 狀案人穿著白色的上衣和黃色的短褲 駕駛一輛紅色的車 由於他們離兇手有一段距離 所以看不清樣貌 但是車牌他們可以看清並記下了 女證人自責 她認為如果自己當時大喊 可能可以嚇走兇手救到小女孩 警方根據車牌找線索 可惜這個車是來自廢車場 所以不知道車是被偷賣出去還是直接被偷了 一個年近9歲的小女孩被襲擊 現在還不知所蹤 事態嚴重 警方將案情通報媒體 希望有知情人士提供線索 幾天之後 一名獄警報案 他說 案發當日他開車去接兒子放學 經過草叢附近 見到一名身穿白色上衣 黃色短褲的男子走過 他認得那個男人 那個人 之前是這個獄警工作的監獄裏面的一名性罪犯 叫Lennard Fraser 49歲 有了疑犯的名 警方查他的背景 發現 這個Lennard 之前其實已經坐過幾次牢 1972年 他因為搶劫被判入獄5年 兩年之後被允許假釋 當時 心理專家評估報告已經形容 他是精神病患者 冷血 又人格分裂 但是 暫時沒有任何治療方案 放鑑之後 沒多久 Lennard襲擊一名女子 將他拉入樹林強姦 其後一個星期 繼續襲擊兩名女子 之後幾天 他走進一間店舖 將女店員拉入店後面盛侵 三天之後 他在路上見到一名女子 將女子推落斜坡 然後性侵 但是 這次沒有成功 因為Lennard不拒 女子趁機逃跑 Lennard再次被捕 多項強姦罪被判21年 但是7年後 他就被假釋 假釋後的Lennard依然死性不改 繼續行兇 再一次強姦兩名女子 再被判入獄12年 在獄中他有一名不友 這個不友是一個抹奇癌症病人 1997年 Lennard迎門出獄 他去醫院探不友 約在醫院旁邊的教堂見面 冷血的Lennard襲擊和性侵不友 查完Lennard背景 警方直接去他家敲門 開門的正是Lennard本人 在他家的還有他女朋友Krissy 警方將他們帶回警告文化 警方發現Krissy反應很慢 說話有點邏輯不通 其後證實他有輕度弱智 經過和他內心詳細的溝通 警方大概了解到 在當日 Krissy和Lennard一起去探一個朋友 這個朋友住的地方 來Kira空岸現場只有幾分鐘車程 Krissy記得Lennard是在3點10分離開 兩個小時後才回朋友家接他 然後他們兩個開車去到河邊 Lennard叫他留在車上 不可以向後看 Krissy從倒後鏡看到Lennard從車尾箱 抱了一個大公仔出來 然後走向河邊 回來的時候就不見了那個大公仔 警方相信Krissy眼中的大公仔 應該就是小Kira Lennard是向河邊起事 不過可惜Krissy說不清是哪裡的河邊 向Lennard車尾 警方也找到小Kira的頭髮和血跡 Lennard跟警方說 他當日只是幫一個朋友起事 他的朋友才是兇手 警方去找他口中的這個朋友 但是這個人有充足的不在場證據 他當時甚至根本就不在諾朗普頓市 作為頭號疑犯 警方將Lennard拘留 拘留期間Lennard遇到一位老朋友Alan Alan跟他之前住在同一個監獄 所以兩人認識了很多年 Lennard很信任Alan 這次Alan犯的是小案 很容易就可以保釋出去 Lennard叫Alan幫忙 幫他處理Sakira的空氣 一把刀 空氣就藏在Lennard家裡 兩人這麼多年的肉有交情 Alan答應Lennard一定會幫他 第二天 Alan轉過頭就把消息跟警方說了 警方很快找到空氣 上面果然有Kira的DNA 向Lennard住所 除了有空氣 警方還發現有很多扎女性頭髮 和一些女性異物 警方懷疑 頭髮是Lennard作案之後留下的紀念品 根據這些頭髮 受害人至少有六七個 近一年來 諾朗普頓市接連不斷有女性失蹤 會不會就跟Lennard有關 警方覺得最直接最有效的方式 就是叫Alan去問Lennard 警方在拘留中心提前設好錄影機 果然 連環殺手都喜歡說自己殺人的故事 Lennard和Alan說了他殺的三個女人 Julie, Beverly和Sylvia的故事 警方根據三名資料 也找出相對應的案件 第一個受害人Julie,39歲 1988年12月28日 她和男朋友吵架 她說要分手要搬出去 晚上她自己一個人去喝酒 有人看到她大概凌晨2點離開酒吧 但是從此就消失 幾天之後 她和前夫所生的女兒覺得奇怪 這幾天一直聯絡不到媽媽 她報了警 最初警方懷疑Julie的男朋友有問題 調查的重點也一直在男友身上 但是最後找不到任何證據 直到這一次 Lennard自己和女友說出來 警方才知道兇手原來是她 Lennard和Julie在同一間加工肉廠工作 Lennard知道Julie有感情問題 還建議她搬出來 第二個受害人Beverly,36歲 Beverly和丈夫之前是Lennard的鄰居 Lennard之前已經多次去過她的家 Beverly遇害的時間 應該是1999年2月25日到3月31日之間 當年3月1日有人在路邊找到Beverly的手袋 裡面有銀包和證件 第三個受害人Sylvia,19歲 她和Lennard也相識 Sylvia男友和Lennard是同一個中途中心的室友 出來之後他們有見過幾時面 Sylvia是在1999年3月16日到22日之間遇害 空岸現場是一間空置了一段時間的酒店 當時酒店進行裝修準備重新開業的時候 兩名裝修工人報警說 在酒店的13號房有大量血跡,場面恐怖 經過檢驗,血跡屬於Sylvia 進一步調查 在Lennard家裡,警方發現有三個受害人的頭髮 並相裡面更加有Sylvia的衣服和鞋 在Lennard的車裡也找到Sylvia的血跡 當時警方相信Lennard也殺害了1998年8月失蹤的14歲少女Natasha 有證人說 Natasha經常和Lennard在同一個保齡球場打球 甚至還有傳他們兩個相亂 欲友Alan說 Lennard跟她說Natasha意外懷孕 當告知Lennard的時候 Lennard就把她殺了 不過其後發現 Natasha根本沒有死 只是在男朋友家裡躲了近五年 Lennard殺了Natasha雖然是假的 但是Lennard家裡那一折一折的女性受害人頭髮 全部都是真的 而且根據這些頭髮 除了已經確定的四個受害人 還有三個確定不到身份 現在警方最重要的就是找回屍體 不過這個時候 Lennard已經察覺到Alan向警方告密 她不再跟Alan說話 警方唯有直接盤問Lennard Lennard說 她什麼都不記得 她還說 突然間覺得整個人很不舒服很迷糊 需要入院治療 警方跟她說 他們已經有足夠證據證明 她殺了Kira和Sylvia 跟警方合作是唯一選擇 Lennard看到 警方拿出一堆一堆的證據 甚至連她原本 但又有Alan幫忙去處理的空氣都拿了出來 她知道自己走不掉了 Lennard最後提供了Kira的藏屍地點 其實就是她帶女朋友去的河邊 警方找到Kira的時候 屍體已經開始腐爛 全身赤裸 只是用草簡單遮蓋 由於屍體腐爛 髮衣只能確定她死於角頭 無法確定有沒有性侵 接下來的幾個月 Lennard都有跟警方對話 但是一直不肯透露其他受害人的藏屍點 直到12月21日 Lennard終於願意帶警方去找Julie和Beverly 他們兩個都被棄屍在郊區的森林 也都只是用草、樹葉簡單遮蓋 發現Julie的時候她全身赤裸 屍首分離 頭部一直找不回 Lennard說 案發當日 Julie不開心去了酒吧 Lennard去接她 並帶到棄屍點附近行空 至於Beverly Lennard一時說在路邊見到她 一時又說在購物中心接走她 警方發現她的時候 她身上只有內衣 警方無法確定案發一期 只知道死因是頭部重傷 Lennard也帶警方去到Sylvia的棄屍點 但之前已經被遠足人士發現 Sylvia被棄屍向沙灘 只是用沙蓋著 她在那個荒廢的酒店被殺 然後Lennard用車把她運到沙灘 Lennard一直都沒有太花心思棄屍 只是隨便找個偏僻地方簡單遮蓋就算 她認為屍體腐爛得越快 就越容易消滅證據 就算被找到也很難將她定罪 2000年 因殺害9歲女孩Keira Lennard一級謀殺罪名成立 被判終身監禁 2003年 另外三項謀殺罪名成立 被判終身監禁 不得假釋 2007年 Lennard因急性心臟病 欲中去世 Lennard有個女兒叫Rigby 1999年的時候她16歲 Rigby自小又媽媽養大 後來媽媽過世就由領養父母照顧 當時Lennard要求女兒搬去跟她住 但Rigby記得媽媽說過 千萬不要單獨跟Lennard在一起 所以Rigby拒絕了她 亦都好彩拒絕了她